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来到了贵州的陈宫县 马家寨 但是奇怪的是 整个村子是没有任何人姓马 全都姓吴 相传的他们都是围着吴三桂的后人 在当时这吴三桂反行失败之后 这陈元元就带着这吴三桂的后人 来到这里,在这里定居下来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找一找 当时的大名人陈元元,她的墓 在前面这座小山呢 就是围着吴氏家族,他们的墓 现在我们到里面去寻找一下 这陈元元的墓在哪里 这么多,不知道怎么寻找 要不要一做做的去看 这陈元元呢,因为是这吴氏族人的祖先 再加上这个年代比较久远 应该是和别的墓有些不同 我们从这个战道上面去寻找一下 现在呢,我们是边往前寻找 边聊一聊陈元元 她虽然是为一介女流 但是她可以说是改变了历史 在明星之际 她是非常的出名 这吴伟燕呢,在原曲中就写到 这吴三桂是痛哭六军 巨高树,冲冠一怒 吴伟红颜,为她引清军入关 来抢她 她呢,是著名的秦怀八印之一 和这个将军是非常的配 但是后来,李日成进京之后 她的大将刘忠敏就把陈元元抢了去 再往后来,这大清订了江山之后 这吴三桂又把陈元元夺了回来 这么多还是非常不好寻找的 现在我们是先走到这个小山顶上再说 如果是胆小的人来到这里 应该会比较害怕 在这三桂之处呢,我们看到一块墓碑 是非常的大气 这呢,就是为这陈元元,她的墓 我们看一下上面所写 吴门涅士之墓 并在旁边 这是现在的碑 原本是皇清雍正六年 这里明明所写的是为涅士 为什么说是陈元元,她的墓呢 这有关于本村的一个秘密 在这个墓碑上可以寻找一下 在这两旁呢,是为她的墓字名 我们来看中间 吴门涅士之墓 这个吴门,它是有两层含义 其一,这陈元元,她是为这苏州人 其二,吴门也就是为吴家人 我更偏向于这第二种说法 陈元元,她本来是姓行 这个陈和行呢,都是有这个耳旁 所以就取了这么一个耳 在下面有这个双 也就是意味着这元元,这个字 所以说整个孽就是代表这个陈元元 这说明在当时虽然是已经到了雍正年间 但是吴家后人还是不敢将陈元元的名字刻在这里 如果让朝廷知道这吴家后人还在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也许会赶尽杀绝 这上面的一个雕刻 在这里还刻了一个琵琶和笛子 因为呢,这陈元元才艺非常的绝 在吴三桂成帝,清军平叛之后 肯定要将这个吴家给灭闷 吴英雄就死了 当时呢,陈元元就带着他的另一个儿子吴喜花 来到这里隐居下来 当时呢,为了隐居 陈元元还出家做了尼姑 在后来才初见开始欢书 这都是为了这吴家的后人 因为呢,这当时有一个部将也来这里 是为了吴三桂的部将 他叫马忠 为了感激他 虽然将这个寨子也就起名 马家寨 其实都是为了吴三桂的后人 在陈元元去世之后 他就是葬在这里 那在当时他的夫君吴三桂死之后葬在哪呢 这清军有没有得到他的尸体 到下视频我们去寻找一下 这乱世英雄 大洲皇帝 吴三桂的墓 下视频见 再见